那怎么样去学会用写字的方式 不要用拼那个符号 我们用写字的方式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刚刚第四个工具 这个工具选单 我们是不是可以切换到一个 输入法整合器 就是萤幕小键盘的上一个 好这个地方就要去写字了 好例如说我就写 用按住的方式去写 按住滑鼠左键去写字 例如说好了 那个祝福的祝 这样子 你看我只写了两个笔画 有没有祝 还没有 好 三 有没有祝 还没有 好 还是没有 好没关系 这边 还是没有 住 这个 好 点一下它 住 福 福 你看每一字都不用全部写完 它就有那个可以选的字 这样可不可能会达到比较快 例如说好了 这个字 你也不知道怎么拼 那个作音符号 没关系 我们就写出来 可以吗 在这边 当然有啊 怎么会没有这个字 可以吗 祝福 咱们 两个人叫咱们 三个人叫做咱们 咱们就是我们三个人 两个人就是我们 咱们 可以吗 你看 我不是要教你中文 我是要教你用写字的方式 也可以写出来 好 那 那 如果说 如果说你今天 你写完这些字 你是不是也有 Enter在这里 对不对 Enter 好 你就可以达到换行 什么之类的 可以吗 你一定要去玩玩看这个 输入法整合计 就是用手写的方式 因为手写的方式 曾经有一度 也蛮红的 手机上面是不是也有手写的方式 平板也有手写的方式 后来这些都落伍了 全部都被声音音控 哪一只手机现在没有那个音控的输入 不可能 通通都有 可以吗 好 那 所以 我现在教你的 就是说 点选 这个图示 切换到 输入法整合器 输入法整合器 点一下 你要切换到 例如说 注音输入法 然后再来点选这个 工具 选到输入法整合器 在这里面去写字 去写字 如果 如果刚刚这个字 你写错了 你是不是可以往前去删掉 对不对 那往前去删掉 你可以点这一个 它就回到这里 然后Delete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去往前删 叫做backspace BS 往前删 往前删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就往前删掉那个打的字 BS 就是在你键盘的 B-A-C-K S-P-A-C-E 有看到 输入法的右上角 backspace 所以这个是BS 可以哦 打错字难免嘛 可是我想 是选错字 选错字 好 请你们 现在动手来去尝试 练习 打字 祝福老师 身体健康